这是什么事 陈欢啊 9点里出了点事情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方便 昨天怎么了 是这样的 刚才啊 视频卫生部门 突然上门检查 要求新安理 暂时停业诊步 说是 接到了消费者 匿名举报 在新安理吃饭 食物中毒了 我现在已经要求员工 配合他们检查了 客人也得到了恩福 但是还是有不少住店的客人 他们纷纷要求退款退房 事情有点严重啊 所以我马上跟你说一下 情况主持吗 你核查过了吗 这个人他发了一段视频曝光 从视频内容看呢 菜是我们酒店的菜 那是不可能啊 我们这个食材呢 每天都是一大招 猪市长亲自去挑选拆购的 而且从来不过一 当然还是要调查了 这个菜的样品啊 我们已经送到相关机构检测了 赵翠叔 你先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过去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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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你再理解我 你们这给你们一个手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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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雯 有点乱了 怎么办 听你的 他们想推房 就让他们退吧 这会儿算是会很大的 赶紧给我们拿下一个 给他办案 我们现在出去要重新 再找酒店呢 各位 各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大家好 我是星安里的负责人 目前是这样的 我们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我们十分抱歉 但是目前酒店 只是餐厅暂停营业 我们的客房服务照旧 如果大家还愿意 继续住下去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粉房券 作为补偿 当然 如果大家不想住了 我们会协助大家办理手续 全额退款 真的抱歉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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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都没有倒霉嘛 对不起 你们太擦肌了啊 是的 快让人生气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们要退房 你别来的我们要退房 我们要退房 我们要退房 我们要吓人 我们要吓人 这事都上网上就要搜了 怎么闹得这么大啊 不只是热搜 你看 上海本地的公众号 也发布了停业整顿的消息 说这言论怎么发作得这么快呢 我们行案里 是靠口碑做生意的 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我难辞几酒 老崔啊 我是厨师长 这个责任 我来承担 大家都不要气馁 我知道 大家都是陪着奶奶 度过大风大浪的人 既然之前 新安里都能够度过难关 只要这次我们的镜头还在 新安里就不会被打扮 好的 好的 现在就给我出来了 怎么样 我们的蔡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陈欢啊 多亏了你之前提醒我要菜品流样 关键时刻救了新安里呀 春叔 马上让公关部闲篇文章 在网上回应一下 大家别愣着了 赶紧准备起来吧 好 来 跟我走 去坐 公关部闲篇文章 加油啊 麦总好 你好 陈欢 我正找你呢 再说 你看看这个视频 视频检测有什么用啊 那些流样菜品当然没有问题 可真真实实吃到我肚子里的菜 谁能保证啊 大家看 我这里有救援记录 我到底有没有食物中毒 是酒店说了算 李医生说了算 我非得整顿一下这种不良酒店 曝光到底 就等着关门打击吧 你看看这些评论啊 震灵也真是的 那检测结果都出来了 他怎么还狡辩呢 这网上那些评论的 他们看不到事实吗 崔崔 这个事儿 恐怕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你想 对方只是投诉 没有要求赔偿 而且现在网上 这舆论发酵得实在是太快了 一看就是有人在带节奏 所以这次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诉行为 难道是 咱们酒店得罪什么人了 这样去说 我们先查一下监控 把投诉的人找到再说 好 走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人啊 我之前在网上私信给他了 但他没有回复 三管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啊 可以要求那个点评网 马上撤销他的虚假评论 崔崔 你别急 我知道的 其实我第一时间 就去联系网站了 但是及时网站 删除了他的不实言论 但他发的视频已经在全网发酵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消除舆论 把他找出来 让他发一条澄清视频 可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让我们找到他 这怎么联系啊 喂 老板 杨千世 第一 我找了点评网的刘总 让他查出 背后无蔑行案里的人的信息 你跟进一下 第二 你帮我约一下 环球高尔夫巡回赛的李总 说我明天要见他 老板 这条鞋可以指使张总联系的 马上去办 请进 陈欢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帮忙的 这件事情不简单 是背后有人恶意竞争 我找了点评网的朋友 已经在查 背后造误者的身份信息了 背后有人 姚志明 你们故意抹黑新案里 好压低价格 收购是吧 我不跟你们合作 你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搞新案里对吗 我没有 陈欢 你相信我 你前条刚跟我说完 你想要新案里 我没有给你 后脚新案里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你说让我怎么信你 新案里是奶奶的心血 即使我想得到它 我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现在于晴 对新案里来说很不利 让我帮忙 我们的事情 我自己会查清的 你现在的身份不方便在这儿 你还是先走吧 奶奶给我的信我看了 奶奶希望我们互相帮助 奶奶希望我们互相帮助 而不是伤害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能让我自正清白的机会 我觉得 愿多力量会大一些 您好 我是新案里酒店的总经理 麦成欢 我想问 挂了 先生 您好 您好 我们想当面给您进行现金赔偿 并且致歉 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 您好 成了 姐 金门右手边方向 一个戴黑色棒球帽的 就是投诉是便宜的人 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您好 您好 我是新案里的麦成欢 先生 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我吃完就成这样了 我还没喝 我 我这次来 就是来跟您聊赔偿的 不过相对应的 我也需要知道一下前因后果 您方便把病历给我看一下嘛 怎么 不相信我啊 不是的 就算我们给您赔偿 也需要相关的一些资料 如果您不给我的话 这样我很难做的 谢谢 谢谢 您是十一点到新案里吃饭 十二点离开了新案里 就诊地点是浦东川沙的一个诊所 就诊时间是 十二点半 有问题吗 我和朋友越来越去川沙办事 路上我又拉又吐的 先生 从新案里到川沙 就算不堵车的情况下 最快也需要四十分钟 您是怎么做到三十分钟 就到达川沙诊所的呢 你这是爸 可能等我呢 这样吧 先生 我们带您去医院 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车跟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算了 我不追究了 你是谁啊 我是新案里酒店的代理律师 刚刚你们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你在事实未定论的情况下 在网上抹黑新案里 按法律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告你对话 您要干什么 先生 您直说吧 您是单纯的敲诈 还是受人指使 如果您如实说出来 我们什么都好聊 但如果您拒绝配合 那我们就报警了 非常抱歉 今天我一门一世的 骨骚之外 在网上刷布了 给西安里酒店 制品的 不是严论 本西安里酒店 给你两部造成了 不良影响 像你同那网友的情形 太好了 我这心里啊 松了一口气 今天还好有你们在 不然我一个人的话 那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您不会去哪儿啊 我今天请不着你们吃饭了 我得去一趟波提切力 干吗 找姚志明算账啊 带我一个 这件事情 肯定不是姚志明做的 他没有那么低级 他是用了什么高级的手段 让你为他说话呀 打感情牌啊 毛毛 我一会儿去波提切力 是为了告诉姚志明 没有我的决定 麦总加油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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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抓紧时间 那我走了啊 走